大家好,我是小花,欢迎回来我的频道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影片是关于福星祈愿的拉满 到底要怎么兑换才会比较好呢? 好久没有上线这样的活动,它不是用金跳的哟 好了,在5月17号的时候我们上线了福星祈愿的活动 给大家知道一下,这个活动在陆府的上一期是今年的3月29号 所以我们接近陆府的版本是越来越靠近了 所以我们今天来看一下这个活动 好久没有威哥哥的招牌了,谢谢威哥哥 好,大家来看一下,我们在购买的部分是这样 它分成4个不同的金额会给相应的 就是我们要抽到这个福袋的猩猩 大家注意,如果你要拉到天舞的话 是不需要买特惠卡的 包括你要拉满1000次上线也是不需要特惠卡 还是会超过 我们看一下什么是特惠卡呢 特惠卡就是有点像每日一样 你只要买170块 在活动期间呢,每天登录都可以免费抽一次 也就是说30天可以抽30次 这个部分的话 如果你要抽180次 我反而不太建议买特惠卡 或是抽到1000次这样也不是建议买特惠卡 550次是可以考虑一下 因为550次的话 180次只要买3个 这个第三个的小了就可以了 1000次的话买8个大的 然后390买3个就可以了 因为他第一次抽的时候是5折的部分 然后就扣掉5次了 那如果你是要抽到550次的时候呢 就是550次大约是买这个 550次倒是可以买一下特惠卡啦 就只要买4单 大单的 然后再抽一下那个 5483要对吗 大单4对 OK 买一个大单的 然后再买一个小单 买4个大单的 再买一下小单的 再买一个特惠卡 反而是抽版550次需要买特惠卡 其他的我是不太推荐买特惠卡 因为CP值没那么高 然后下面呢 我们来看一下来抽的部分呢 你看免费还要抽一次 你看999免费还抽一次 然后这个就是我们抽到的 幼福锦囊的部分 这是免费的部分 我们来看一下心愿礼丹 心愿礼丹玩法是这样 每次展满心愿风铃福气 只可从对应的心愿礼丹中 任选一个你要的东西 那我们这边来看一下 它下面能选的东西 其实算是很多啦 但是要如何去选等穿完 再来看 那我们再看一下兑换商店的部分 是这样的啊 我们目前不知道能抽到多少 这个兑换的这个福袋的部分 那我们要等抽完才知道 那我们来看一下价值 像一般的高级别的玩家呢 大家没有在看那个绝制心灰城 因为这个活动上线之后 四海争旗的座棋 就是这个天刀跑得最快的座棋 的浮光云破 应该就在6月17号之后 大约在6月20上下左右的时间 会胜限呢 就是最快的座棋 我很推荐那一支 因为它是跑最快 又很可爱的座棋 四海争旗的部分 那我们透明的马 是不推荐单用金票来开的 以天刀现在玩法的进程 如果你开的话 超级浪费钱 所以就是要通过这个来换 高级别的玩家 可以通过这个换 时装党也是 如果他有缺子凳流营的话 或是孔雀灵 像威哥哥是不缺孔雀灵的 就是子凳流营 他可以换 他好像也不缺子凳流营了 那天舞的部分 我们来讲 就是一般的中科玩家 还有像就是小科的玩家 大家会缺身头钱的东西 但对于高级别的玩家 跟现在伺服器的状况来说 大家对于天舞的价值 再也不是三千两百的金票了 就是天舞在我们帮拜 价值只有一千一 所以在这个里面来说 对于高级别玩家 天舞已经不作为首选 因为非常多 资源溢出 包括天奇宝图 第四季上线之后 你会发现 高级别的玩家的头衔 是超级溢出的 这个价值不值 那天色的部分 老是可以换一下 因为他还是维持 他原有价钱 当然他可以用银两买 我们不太推荐了 那部分就还是 我们一般向的活动会推炉子 炉子直接就是 用这个方式换 CP值是最高的 那如果你需要大铁的话 也可以买 但是我不太推大铁的点是 如果你会拉天奇宝图的话 大铁其实是不缺的 高级别玩家也是不缺的 所以这边 星远的部分 威哥哥还是满的 他根本就没有换的必要 所以他能换 这边其实蛮有限的 那能换什么呢 我们之前更新出了 一个新的神兵 就是雪鹦鹉阴阳 你知道有阴阳吗 就是这个还没有生完 所以可以换神兵 神秘的价值上是OK的 所以总的来说 这里面能换的东西 就很简单了 如果你的一键锡来 还没有出来可以换 如果没有 就是已经出来了 有多的可以换 他来堆气海 因为气海还是有很多层 不停往上升的嘛 那还要包括就是 他有在做零食的部分 因为高级别玩家 需要的零食是更高阶的 他可能就要兑换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就要换一下 所以他能换的 应该只剩下 直刃流营 然后这个角色流营破 炉子的话 最后一个炉子 需要80个炉子 所以这边可以换啊 先是不推荐大家去拍炉子 是不推荐 CP值很低 天赏也很少 然后再换一下这个就可以了 好 就是跟大家说 就天外不要去换这个 这个超级益出 没有什么用 那你们要什么时候 去对话玩剩下的东西呢 建议到活动的前两天 我会在我的社群 去提醒大家要去换 那你也可以加入到 我的DC当中 在说明里面有啊 我的这个 关于游玩的开放社区 每天晚上七点半 我都会在 我是火的 一直陪下大家深夜的份 不管聊什么游戏都是OK 好啦我们下面开始抽啦 唉我的养兽啊 然后我们第一次抽 首先有一次免费 对不对 首次抽十次五折 所以一千次 不用买 真的不用买 头发卡会超过 我看我们抽十五折 一二三四七个 六个 七个 算起来好像 好固定哦 六七六七六七 那我现在拉多少 好像我现在拉到五十次 已经 结果可领四次 可领一次 大家看这边 点开第一个心愿的可领一次 然后这边我已经可以选了 可领四次是这样吗 这样选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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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哦 它是这样选哦 好的了解了吗 它是 可领几次是靠这样选的哦 就是选选选选选选选 它有几个这样子 OK 它就是蛮平的五六七 你看八 五六七八 五六七八 如果平均都是 平均大概是七 如果抽一百次的话 七百 哦 你看有如此 卢仔特别说可选是否绑定 我用九 这个 差不多的平均是七个 哎呦 这是啥 看我想要截图 这一盘福袋 不是P的哦 我不要抽过头 我还看我抽到一百八 现在是一百六十一次 OK 我们应该是九九九个 那个心愿吗 我们还抽到一百八 九九九个心愿的话 八百二十四 九九 一百七十 这样子 抽到这样 那我们可以领的是什么呢 这边可以领一个 这边刚好可以换一个天物 然后这边你看 最后还有个天物 所以这里面 一共有三个天物 然后这里的部分是 哦对 它其实资源补给算还可以啦 一百八十次能补给的资源算多 一百八十次可以换三个 你看神兵 这可以换三个吗 换三个 这边九百 哎 怎么抽了 突然我也想买了 这个资源还可以啊 比想象中的多 之前觉得差了一些 一百八十次等于有两个天物 它是换 这一个是换两个天物 它只能限购一次换两个天物 下面一个天物 一百二十三个天物 如果再回上 哦有五个天物 突然间有心动的感觉 哎哎哎哎哎哎哎 那我觉得蛮 那一百八十次的CP值蛮高的 以现在领到的东西来说 哎呦哦 然后两次再来 我们看拉到五百五十次 可以领几次他的奖励 快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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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有跳过动画是好的 像四海真琴就跳 四海真琴那个动画 哎 向上头都脱了 还有两百次 为什么不能一口气走一千次 我每次 我每次在拍这个影片的时候 我就在想这件事情 主要抽的是福袋 它这个抽到的资源就能少 我们看它抽五百五十次 它能换的东西有多少 我们来算一下它的价值 楼殿卡卡的 我们来看一下领取的次数是多少 把它截起来 来首先看最大 我们大家在关心最大 对不对 它可以领三次 五百五十次可以领三次 那我们会换什么呢 至尊神命至旋理 应该是 它可以领三次 那换天舞啦 因为这两颗CP值就高了 这可以换一个嘛 那再换这个 你看哦 就是在五百五十次的时候 你最高可以拉这个 换这三个 那就是 不管你是需要什么资源的人 这样子 这三个刚刚好 这是领取的奖 我先不按 然后再倒数第二个 这个可以领五次 因为它不需要星元 它要换神兵 它也要炉子嘛 换三个炉子 因为炉子一个一千 这一个才三百 你们要换一次 有差别哦 这个一个才三百哦 炉子是一千哦 要看它的价值 然后神兵这个是六百 所以它就换这个 你看就是这样 换这样子 是换三千加这个 五百五十次的话 所以换这个是 三千三百 这边三千三的金票 然后第三个的是这个 这个要换的话 还是换神兵啦 因为它是两个嘛 一次两个就是六百的金票 然后这一次是换五个 一千五 这个一千五哎 这个一千五 要看到它下面写的数字 要注意一下 这一个是六百 这个是一千五哎 这五个呢 但是神兵效果会更好 会推神兵 这可以换九个 把这个全换啦 对全换啦 这个当然根据你的需求来换啦 入一下 根据需求来换 如果你一件吸来不够的话 建议 然后这可以换二十个 这这就 这就不用讲了吧 这些就不用讲了吧 意义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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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所以五百五十的来说 五百五十次你需要花费的是四单 四单再加一点点 四单的金票的 则算大概都是三万左右的金票 可以换到总体加起来 大约五万上下的奖励 加上后下面的这些奖励 还要包括几分可以兑换的奖励 大约就是两倍以上的资源 我觉得还不错 可以抽 我们把它抄完吧 七五百五百五七三四七三四 這個福袋大概是純抽的福袋字 我剛才沒看 我忘了 我覺得那個第一次大家千萬不要抽喔 因為我抽1000次的話 等下有9次我也按9下 突然覺得我是個腦殘 請欣賞我按9下這件事 我按9下抽了一個爐子 我抽了好多爐子啊 我真的爐子抽的不老少欸 好以前這抽完還多5 是因為有個多的一次嗎 一個是免費的一次 還有一個是5折 所以來看一下喔 我們其實可以領7次 你看第一個是領100次 第二個是40次 第三個是18次 第四個是10次 第七個 我們來看一下最後 它總共可以兌換7個 那首先換天舞 然後再換這個 再換這個 反正大鐵是要用的嗎 好剛好7個就這樣換完了 就換那個錦囊意義不大 因為它也不需要換星圓 吃大鐵的話啊 我覺得大鐵帶定 先放著我們留一次 然後換了這個 然後第二個010次 這一個是08欸 382是2400 它比爐子CP值高 我錯了 對不起你們 這可以堆氣海 但是氣海的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有一個點是因為氣海沒有生那麼多 後面需要很多爐子 它的爐子可能要換嗎 好了我錯了 它是3個 我3000 好3000 對不起 我前面影片有人想看 這換一次是3000 然後這個320次 換一次是2400 所以還是獨子價值最高 但是你還是要換 神兵是900 13個900 然後這個要換 900個2400 這個要先換 這是2400 這個堆氣海的它更多 它價值更高 它也不需要星圓 然後雖然它也需要神兵的東西 但是可以在後面來的兌換 這個是900 3900 這個換一次 這個換一次是900 這個換一次是900 這個換一次是2400 這個換一次是3000 我們就要看一下價值 看一下48 1500 這邊12個 這邊1200 我們來看中間幾個 這可以換的是18次 18次的話中間這個300嘛 換一次它可以換12個 一個是因為它的造價是300嘛 一個1500 它可以換12個 那這一造價是600 一個1200 可能是這個高 然後天音禮券是 欸突然數量不好 天音禮券是 2640 1500 天音禮券一次是 1500 欸它兩個造價是一樣 這兩個造價是一樣的 當然這個換天音禮券 數學算一下 數學算一下 其實我有點想少 換神兵換天音禮券的 因為天音禮券是 要抽東西的嘛 是不是 神兵的東西 在別的渠道也是可以換的喔 我還是換天音禮券吧 然後多的換 旗孩 這個就是大家要思考一下 你到底需要什麼來對換 再看一下價值 好 300張 如果直接買天音禮券 是61張 這裡面其實算便宜很多 好 欸 我按怎麼不理我 理我一下行不行 這可以換40次喔 其實神俠招夢裡 120 400 500多 這個 嗯 它不缺這個資源欸 這個造價 這價錢都很便宜欸 所以 便宜的導師真的不好選喔 這個要換這個基礎資料 它不能直接寫5 可以換100次呢 那我要按到100嗎 欸你這個福利你這個設置不好欸 而且陸服都可以用電腦按了 我們還曾經用手機按 然後這個 這個先換50個 因為這個要用 這是翠琳直播 然後 我覺得幫控他也不缺 他們都不缺了 他只能換這個了 我各按50 手會慘欸 我按按按按按按材 按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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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OK 250 兩個 好數字 然後第二個 我們要換什麼 神俠招夢裡是要的 因為後面還有白浴巾 它之前出完了葉庫城不夠 所以大家在換圈的時候 要想大家想你缺什麽東西 這個的資源 我覺得 零類禁啊 然後 跟這個相比的話 我先這樣我先不換 就15個 換100張 我們來先 來 都領了 領了 看一下我們的 靠除那個以外 我們有多少的福袋 福袋 福袋 有1490的福袋 來看兌換的東西 首先要換這個啦 我跟你們選人不一樣啦 這個 要換這個 這個換六個 因為這一個的造價很貴 然後他需要 只能留一點 只能留給他留著 這個換天舞嗎 兩顆 就是你抽到180的話 可以換到五個天舞 所以180是非常的推 因為有同學講說 其實有七個天舞 天四這種東西齁 你後面有剩再來換 如果有剩 如果沒有剩不推薦換 因為那個什麼 銀兩可以買 你的銀兩是可以買來的 因為銀兩可以買的東西 沒有意義去換 然後他一定要換零對剩嗎 我點點顏 累死我了 好還有606 這格是一個很難換的東西啊 60了換神冰 因為他神冰还沒有彎 換神冰 12個 還有414 換上神冰他不能代替 你現在最新的神兵啊,所以還好 然後這個要換,因為他可以換靈魏神 30個 點點點點點點 還剩114 114的話,我就看他 子嫩流淫差幾個 要看一下,才確定要不要換 女怨流淫 他不需要子嫩流淫滿的呢 好,在不需要子嫩流淫的情況下 在兌換的時候 其實對他來說 下面的用途幾乎沒有 那我換天字吧 其實天字牌也沒什麼用 我沒換完嗎 我換完了 緊囊不夠 對不起 還剩下2 2要換什麼 換這個吧 因為資源多多易三 好的,就是因為我剛沒有拍原始 喔,這邊還有 我這邊就換錦囊啊 其他的我覺得意義不大 這邊還有12塊錦囊 他沒有換,等一下被揍 換換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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 他怎麼都沒有一件呢 好 這邊又還有180 你看 又可以把天絲換完 最後一個 換完 這個換完還要換什麼呢 就換這個 堆砌海的 140 我看164 剛好缺惡 就剩4了 差不多 然後再換這個 好 就換了 他的這個資源獲取量真的很高 就是我推薦的部分是 就是我們不講天使 就傳講天舞啦 抽到180次 抽到180次一定有5個天舞 多的資源還可以再換天使 所以總共抽到180次有7個天舞加天使的部分 所以 我覺得像福興起願者的活動我比較推薦抽到180次 因為其他的資源的話你永遠都是不夠的 欸 我這邊還可以再換一次還沒換喔 對我這邊還可以再換 欸我錯了 那我覺得他這裡換換84個 他裡面已經沒東西可以換了 也算是有啦 他是0錦囊吧 我漏了這個沒0 這邊還有84 我再把這個按完 手真的很酸 唉唷 好剛剛好不多不少換完了 所以在神兵的部分的話 我算要300300大概會換到400多 這資源的補給量超級大欸 所以我還是認為啦 如果條件你學花抽到550次多換點資源 那一般的話建議一般的玩家 只抽到180就可以了 180的部分是買特徽卡每天有一次是30次 然後再買兩個16301 我只會買三個1630就好了 因為他還有五折啊 我們之前說的嘛 也不用買特徽卡 直接買1630買三單 三小單買完就結束了 七個天舞日火大 又可以升頭銜啦 好啦以上的部分就是官員今天帶了抽 這個七人型帶全部的拉滿的部分啊 大家快手當去買拍吧 好多資源補給喔 如果你覺得影片對你有幫助的話 可以幫我留言分享 按著吧 並且開啟小鈴鐺 大家可以在說明當中找到我的 DC社群 每天晚上7點半 都會在上面直播跟大家一起聊天 一起玩遊戲 我是小花 下個影片再見啦